最终八强赛将于10月19日展开取自Twitch 记者陈耀宗综合报导 经过两周小组赛对战英雄联盟S7世界大赛进入最终八强 四只小组赛出现的八只队伍稍早已经全数完成抽签 最终八强名单如下 10月19日Longu Gaming对上Samsung Galaxy 10月20日SK Telecom TE对上Misfits 10月21日Royal Never Give Up对上FNATIC 10月22日TeamWE对上Cloud9 五大赛区除了LMS外全数都有队伍挺进八强 另外若从入围赛开始看 除了韩国外的四大赛区第三种子 同样除了LMS的和中国WE北美C9机欧洲FNC全数顺利 晋级最终八强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五大赛区的第一种子 韩国LZ中国EDG北美TSM欧洲G2级台港澳的闪电狼 只有LZ展现压制力在所属B足打出六连胜完美战机 其他四大赛区第一种子则是为打出粉丝所期待的表现 均遭到淘汰其中又已来自台湾的闪电狼最惨战机已胜五败 过往由于EDG TSM及G2在国际赛场上表现与国内载制赛区有一段落差 因此又被网友戏称为内战三幻神 而闪电狼则是自S5世界赛晋级八强后 连续两年世界赛表现跌入谷底 打出两胜四败及一胜五败成级 也被国内网友视为黑暗大F师 同样列为内战幻神之一 不过G2正是其中较为可惜 所处的C组开赛前就被视为死亡之组 给与中国RNG及韩国SSG一组 两队分别以五胜一败及四胜两败晋级八强 尽管G2打出三胜三败表现 还是只能黯然淘汰 这样的成绩放在A组级B组 至少都有加赛可打 也是十分可惜 另一看点则是北美传统 回顾S5世界大赛 当时北美三支战队CLG C9级TSM小组 赛首周气势锐不可挡 打出极佳表现 但第二周三队总计0胜9败 C9最后与AHQ的加赛也输掉 创造出零胜10败的尴尬纪录 网络上也出现北美第二周总是比较烂的说法 而S6同样好不到哪里去 到了今年世界赛 第一周北美三队TSM IMT及C9再度打出6胜300好成绩 但到了第二周却只剩2胜8败 其中IMT更是三场军败 不过C9老本够花还是顺利晋级最终8强 其他两队则是惨遭淘汰 不过C9老本够花还是顺利晋级最终8败的尴尬